当然都是一贯地以强硬姿态, 希望害怕香港人,害怕其他人, 亦讲狠话所谓, 但老实说,整天讲外国势力外国势力, 你都要具体讲到是哪些外国势力, 是什么人什么组织,从来都讲不到, 甚至将矛头拉到更高, 有些传媒受到控制, 摆明想再震懾某些媒体, 包括可能港台苹果那些理由, 但亦讲不出究竟这些媒体 受到什么海外势力操控挑拨, 我觉得这都是一贯以来, 最令人难以服气的原因, 总会将问题归咎于外国势力, 别有用心, 但从来都不能提出具体是哪些外国势力, 什么组织,什么人, 所以这些空话在香港, 我想讲出来后, 有些人会呼应, 但在香港大部分人听来, 都只不过是想实施权力以致的借口, 如果你不能有具体的对象, 亦无什麽证据, 讲这些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未必会受落, 亦未必会同意, 当然它用这方式过去几月, 总之它都不理真或假, 国家安全, 讲到国家好像很不安全, 但实际上以国家安全之名, 来行一些所谓剥夺人权剥夺自由的做法, 但见到相当多香港外围组织, 土共团体传统阻校的呼应, 你见到昨日也找到部分阻校出来做样板, 又升国旗,又唱国歌, 又连路长式的纸仔, 你见到有很多十分配合中央口吻的言论, 但我亦看到有些独立媒体, 或者是相对比较自由的媒体, 他在街上也会问那些学生, 问那些家长, 你见到香港这年轻生世代都很醒目, 其言若反,我们很支持国家安全法, 但实际上讲自己在笑, 我相信你从那些相对比较有自主能力较高的 团媒体所做的访问在这, 其实整个做法效果纯粹宣传性而已, 实际达到洗脑效果还有一段很长路要走, 事实上我昨天都问过一些认识的家长, 有些甚至觉得相当气愤, 因为看到网上的相片, 那些小孩拿着把枪去指吓其他小孩, 我收到见到录音, 只是家长教训小孩你千万别学些什么, 如果你见到什么,你会怎样, 我收到见到录音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很视乎国别家长怎样反应, 至于左校做戏, 这个他们也不是很新鲜的事, 大家记得六七暴动时, 有些左校教学生做炸弹, 炸弹实验室, 因为他们会这样处事, 不过现在将五十年前做过去再翻炒一次, 我相信这也是北京五十多年后, 用同样策略处理问题令人心得失望, 至于法机狠话我觉得讲你便照讲, 但如果你不能提出具体指控对象, 我相信讲完之后政府会继续胡作非为, 但我不觉得会令很多人信服,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而就算你派到书签宣传品给幼稚园也好, 我昨天问过一个幼稚园小朋友家长, 他一拿到他便立刻扔掉他, 不要浪费我地方,不要浪费我时间, 老实讲一个幼稚园而连中班的小朋友, 你给他什么,他亦都不会明白, 但特区政府做到足,总之派了, 教育界亦似乎出其理平静无反应, 但相信很多家长看到昨天那些相片, 会有一些很强烈反应, 我觉得效果纯粹宣传, 或作为一种进一步做其他事的借口, 相信是主要目的, 但产生效果我相信暂时还是很远远的, 这些方式过去都是持续用的, 都是用同一方法, 都不理大家信不信, 总之讲就照讲, 讲出来无人信亦无人接受, 我这些话题也不是去求, 因为你看我们做的民调, 事实上政府官员的评分是很低, 亦打不开这局面, 但问题他们不怕, 他们打压了言论港台这些全部收下声后, 他们总之不怕讲大话, 不怕讲假话, 讲了你们信不信不要紧要照讲, 讲完以这做一个理由跟着做下去, 我相信就算那些官自己讲完都未必信, 他们自己心里有数, 不过总之话照讲, 所以整个策略都是这样, 至于具体做法, 你说是白票这些问题, 其实相当些荒谬, 你叫人做一些合法的事就变非法, 陈寒敏都讲了,本身算是好笑的, 所以其实讲完之后他自己都知道不妥, 所以我觉得他到头来只是善惑, 你公开宣示叫人这样做就破坏选拖号选举, 但这亦很难, 当然政府硬硬来, 你搞初选都可以说你跌幅国家政权, 那麽硬硬来怎麽都可以, 但你可以很简单道理, 我告诉人家我打算头白票算不算善惑, 我呼吁大家不要头白票是否算善惑, 我呼吁你知识民建联是否善惑, 其实这些讲法本身具体操作非常, 每一次你真实执法可能都会引起另一番反应, 问题我经常都讲, 你政府做事都想想怎破局怎修科, 现在令到情况无得修科, 你以为可可可怕香港人, 但你看到当日宣布后, 即时在各种社交平台那些反应你就知道, 大家一方面觉得好笑一方面觉得生气, 所以他这个立法第一很过分, 我叫人投白票我三年, 我叫人做些合法行为投赛, 他要运你三年, 这些是一些严刑进法, 根本以一些十分严厉的刑罚去针对一些平常不过行为, 这很明显严重破坏香港的法治系统, 我觉得这怪不得你见到原来观众学校流失了万多学生, 或者那麽多人不满要走, 甚至有人预言移民高峰期就到, 我觉得这些都是现在见到的问题, 所以他立法也好白票也好, 或者刚宣布了选举的修订方案团体也好, 我相信事实上亦相当令人反感, 你见到一些很有代表性的组织, 譬如教协、社工总工会就无份, 然后那些就不知什麽, 哪哪走出来, 我相信亦无什麽人本身无什麽会员, 可能甚至只有几个人的那些团体就有份投票, 我相信整个情况是对香港选举制度, 以致民主生活的严重破坏和倒退, 你讲几美丽,讲得几夸张, 用完善也好,优化也好,骗不到人, 当然他讲的伤人就说他资助邓永康他们, 但见到邓永康, 刘永康那些职事已经出来讲, 根本都不识他碰过面, 他说了几句,当是,无证无据, 我相信审讯过程不公开, 无一个正式论证过程, 我相信还要讲,或者他用来吓人可以, 但你说真能够令人服就做不到, 因为如果你连一些证据辨证过程, 报道都无,突然爆件这样案出来, 我相信除了被人知道这样事, 产生不到甚麽说服人的效果, 同样道理,我见到有几个国内来香港读书学生, 又受到国外媒体指使,收到很多钱, 做长期从事反华宣传活动, 我都是看到这报道, 但也讲到很夸张, 写了几千篇文, 真的我不为意有人写了几千篇文在讲这些, 不过可能他对着不是我们香港人, 所以一方面对港宣传, 亦要吓那些还香港读书学生, 另一方面对内宣传, 内宣是最重要的,内循环是最重要的, 令到国内一些网上平台也好, 其他较为不受政府操控的边缘性的媒体平台, 不敢再讲这问题,我相信这是他们最终目的, 选择在这时放出来也很明显配合现在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的需要, 你又随着,假设现在又讲到有来港义, 迟些多了人下来,我相信他都不希望, 因为大家记得在过去两年, 当还有自由行,还有很多人下来香港时, 有部份人确实将香港事件真实讯息带上去, 当然产生的作用不是很大也好, 都是一种声音给国内人看到, 其实不可以尽顺国家宣传, 所以过去一年他透过垄断这些宣传, 希望影响国内人的看法, 有些国内生活的朋友, 他如果只看到国内那些传播, 他只看到官方展辑过的画面和相关讲法, 难免长期之下影响观感不顶, 所以这次在通关日之前, 他希望他做到一个效果万马齐暗, 大家不要声也看不到相关的报道, 这对他通关之后减低对国内的一些震荡很重要, 特别在国安法下, 如果有些人下来看到香港的情况是这样, 更多下来他似乎会看到香港不同资讯, 会带回去都是他们不想,我相信是, 好